这位印度老哥在美国机场安检时 没有携带任何违禁物品 但却被警察带到兰宝市 只因他是个穆斯林 便被当成了XXX的态态 警察反复检查之后发现 确实没什么问题 但老哥那趟航班已经起飞 他要去的是华盛顿特区 难道总统和你是远方老表 老哥否认了 刀也没什么特殊关系 只是想跟总统说点事 警察饶有兴致的打去道 那等你见到总统 你帮我给他带个好吧 老哥大方答应 还一本真紧的记了下来 不过他得先说完自己的话 我得告诉他 我的名字是韩 我不是 带好说一哥 今天我们讲一部 信仰封神的印度大片 我的名字叫可汗 老哥名叫李之万可汗 出生于印度孟买 从小患有阿斯伯格综合症 也叫自闭症 沟通困难 害怕生人 即便是和家人亲密接触 也非常抗拒 语言组织能力较弱 动作刻板 对高亮度颜色十分敏感 尤其恐惧黄色 在当时的印度 由于医学落后 甚至没有医生能解释 可汗得了什么病 但妈妈觉得 他不需要知道原因 只需要亲其所有 给可汗爱就行了 1983年 印度教与以斯兰教 发生了大暴乱 仅仅一天 就有600多人 惨遭杀害 可汗在街上 听到了一些极端言论 不少愤怒过头的 穆斯林兄弟 都鼓吹着要让印度教徒 血在血长 母亲教育可汗 记住一件事 而知 这世上只有两种人 做好事的好人 以及做坏事的坏人 这是人类唯一的不同 可汗虽然有自闭症 但却有自己的天赋 小时候在父亲的修理厂 待了没几天 便知学了一手维修记忆 一次暴雨过后 他还制制了一台抽水设备 为邻居解决了出行难题 从此 可汗就在十里八乡出名了 大娘们天天排着队 来找可汗修电器 母亲对可汗也是 引以为傲 逢人就说 他大儿子是个天才 无一种却忽视了 小儿子的感受 小儿子扎克尔的学习成绩 名列前茅 可无论他拿了什么奖 都抵过哥哥 多修了两个电器 扎克尔也因此 非常嫉妒哥哥 觉得母亲太偏心 他愈加发愤图强 18岁时便考取了 密歇根大学大全额奖学金 前往美国留学 而后与大多数 认出国的留学生一样 在美国成家立业 基本不回印度了 不过扎克尔还是遵守传统 娶了一位穆斯林妻子 在大学当老师 他自己在经营着一家 护肤品公司 事业爱情双丰收 他想把母亲接来美国 但母亲表示 没有可汗 他哪都不去 扎克尔只能答应 也给哥哥办移民申请 但移民还没办好 母亲又因病去世了 临终前 可汗答应母亲 他一定会像弟弟那般 过上幸福的生活 随后 可汗便跟随扎克尔 移民到了美国 即使他非常害怕 陌生的环境 扎克尔的妻子 在大学教的是心理学 他一下就发现了 可汗患的是自闭症 于是 三姐人意的弟妹 当即就给可汗 买了一部摄像机 这样 可汗就能通过镜头 去接触世界 大大减轻了他的恐惧感 随后 弟妹又带可汗 加入了自闭症协会 资深的会长 经过诊断得出 可汗目前的情况 已经是自闭症中的佼佼者 虽然举止有些怪异 但他至少能够表达 自己的感受 这说明可汗的母亲 为此付出了很多 经过这么一解释 如今的扎克尔 终于理解了母亲的不义 与哥哥的不幸 要想让哥哥 过上幸福的生活 自食其力 肯定是首位 于是扎克尔就将可汗 安排进他的公司 当业务员 去发廊美容院 上门推销 这对于沟通能力欠佳的 可汗并不容易 而且他态使称了 从不夸大产品功效 可女人只会对 骗他的男人感兴趣 一次过马路时 扎克尔遇见了 恐怖的黄色斑马线 他强忍住恐惧 艰难地走到马路中央 怒气冲冲的乘客 对可汗各种恶语相加 可汗感觉整个世界 都在探索 就在这时 一阵天类之音 从背后传来 女人嗓音甜美 瞬间就把可汗 拉回到了稳定状态 可汗的魂魄 也跟着女人的背影 游进了以前街边发廊 女人名叫曼迪拉 见可汗推销美容产品 挺不容易 便一口气定了六套 但可汗却只肯卖四套 因为保质期只有三个月 买多了也用不完 曼迪拉不禁对可汗 又增添了几分好感 两人就这样建立起了 生意往来 以及朋友关系 可汗了解到 曼迪拉离过婚 有一个叫三母的儿子 19岁时 曼迪拉就经历了包办婚姻 跟随丈夫来到美国 结果没几年 就被喜新厌旧的丈夫抛弃了 连赡养费都不肯支付 可汗一顿痛骂 这男人真是畜生不如 可汗并没有放弃 开始切而不舍地追求曼迪拉 搞不定大的就从小的入手 可汗带娃是一把好手 认真负责有耐心 带三母去博物馆 凭借高超的智商 赢得了一场智力比赛的冠军 让三母得到了 一直都想要的奖品 精神所至今时未开 曼迪拉也感受到了可汗的决心 但他还是走不出上段感情的阴影 当初离婚时 曼迪拉一无所有 为了和三母生存下去 他几乎走遍了旧金山所有的地方 可汗不相信这不可能 接着可汗消失了很多天 昼夜不息踏破解鞋 终于寻到了一个地方 在某天清晨 他敲响了曼迪拉的家门 然后带着曼迪拉奔到山顶 一幅云海旧金山 徐徐展开 终于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抱得美人亏 可汗第一时间就跟弟弟分享了喜悦 但扎克尔却坚决反对这门婚事 因为曼迪拉是印度教徒 和穆斯林的习俗 差别实在太大了 娶了印度教徒 就等同于亵渎真主 扎克尔威胁老哥 只要你敢娶 咱哥俩就断绝关系 但可汗并没有屈服 他一直记得母亲说道 不管信仰什么 人只有好坏之分 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差别 很快 可汗便和曼迪拉举行了婚礼 扎克尔自然没有到场 但弟妹还是送来的祝福 婚后曼迪拉和可汗开了一家发廊 三姆也跟了可汗的穆斯林姓氏 一家人和睦安康 生活乐无边 但好日子没过几年 X事件爆发 遇难者总数高达2996人 与此同时 美国一反X的名义 对阿富汗发起了X 可汗有个极为要好的邻居 是个暂地记者 去阿富汗报道 结果丢了性命 三姆和邻居的儿子瑞兹 本来是铁哥们儿 但由于父亲的死去 瑞兹不再跟三姆来往 只因三姆的姓氏 是穆斯林姓氏 三姆想跟瑞兹好好解释一下 但却被其他高年级的学生 误认为两人发生了冲突 毫无道理的 三姆被扣上了 X的帽子 继而遭到了同学们的取勾 三姆不肯求饶 结果竟被活活打死 由于没有目击人 警方也无从下手 悲痛自己的曼迪拉 便把儿子的死因 归咎为了三姆有格 穆斯林姓氏 认为是自己与可汗的结合 才导致了三姆的惨死 他不应该嫁给一个穆斯林 曼迪拉再也不想看见可汗 因为只要一见到他 他就会疯狂脑补儿子 被群恶的画面 可汗知道 曼迪拉是因为悲痛过度 才会这样 他可以暂时离开 但他什么时候可以回来呢 曼迪拉说 除非可汗能糟告天下 证明自己不是XXXX 第二天可汗面背上行囊 踏上了寻找总统之旅 他身无分文 一路上靠着修理技能 赚钱搭车 底力前行 可汗在日记中写道 亲爱的曼迪拉 我记得古兰经第五章说过 一个无辜森林的死亡 等同于全人类的灭亡 这就意味着XXX tittThat事件中 那些无辜森林的死亡 需要全人类付出代价 但我从来没想过 你我要付出三母为代价 其实有很多的话 可汗都难以用言语表达 只能以书写的形式记录下来 飞机没有赶上 可汗只能以半步行 半搭车的方式 抵达了华盛顿 他赶到了一个 为非洲穷人募捐的慈善晚会 因为他在新闻上得知 总统会出席 但他交了500到达入场券后 才得知 这是专门针对非洲基督徒的募捐 而且总统已经离开了 但可汗并没有要回 他辛苦赚来的500刀 而是让工作人员把钱 捐给那些不是基督徒的穷人 他们也需要帮助 可汗继续赶往下一个 总统要出席的活动 路上偶遇了一个摔伤的黑人孩子乔伊 可汗便将他背回了家里 可汗通过聊天得知 乔妈还有个大儿子 死在了伊拉克战场 可汗有感而发 也聊起了三母的事 两个人互相倾诉彼此安慰 他们衷心的希望 这个世界没有暴力与战争 曼迪拉这边警察依然没有查到凶手 立案已经过去了六个月 按照规定警察只能就此结案 但曼迪拉绝不接受这样的结果 他打印了传单全程发放 只为寻找目击证人 另一边可汗抵达了洛杉矶 他得知总统要来访问一所名校 为了防止错过 可汗这次提前三天来到现场实地勘察 做好规划后 他便去了清真寺祈祷 求真主保佑他 愿望成真 可汗在清真寺里 发现一个极端主义穆斯林 正在宣扬用流血的方式 捍卫真主的尊严 许多思考能力欠佳的穆斯林兄弟 听得热血沸腾 可汗果断出言 否定了他的说法 因为真主绝不会让他的子民流血 以色列教真正宣扬的是 用爱感化世界 而非用仇恨消除异己 所有主流的宗教皆是如此 不管上帝还是佛祖 好的宗教一定是劝人向善 只有邪教才会崇尚暴力 离开清真寺后 可汗很担心 这些极端分子会干出什么坏事 于是向FBI拨打了举报电话 下午可汗提前来到学校 便顺利挤到了前排 他不断地呼喊 总统先生 我的名字叫可汗 我不是可汗 一个即将毕业的新闻系学生 觉得这一幕挺有意思 还拍了下来 但可汗身边的大爷 听力就没那么好了 可汗被警方暴力控制 抓进审讯室严刑逼供 不让睡觉不让拉屎 白天真伤拿晚上开冷气 可汗遭遇了非人的折磨 主要也是他的嫌疑确实比较大 背包里全是关于总统出行的资料 尽管可汗老实交代 是老婆让他来见总统 但这个理由属实有些荒谬 不过还是有人相信可汗的 比如那位新闻系学生 他很清楚可汗是被误解了 他把视频送去各大电视台请求报道 但没有电视台赶汤这趟浑水 因为当下XXX的话题太过敏感 搞不好就是玩火自焚 最后学生只能找到一位印度仪的知名记者 希望他能够帮帮自己的同胞 但记者却委婉地拒绝了 学生只能无奈地摇头 因为他知道这位大记者是一位西克教徒 仅仅因为打扮和穆斯林类似 现在也被迫改头换面夹着尾巴做人 如果所有人都明则保身下去 那么中西亚长相的人将会永远遭受歧视 大记者听后思索片刻 最终决定提升而出 在黄金时间党播报了可汗的事件 这种歧视性待遇 迅速引起了穆斯林群体的共鸣 在社会面也引起了激烈讨论 政府不得不重视起可汗的案子 当查到可汗的那通举报电话时 便完全消除了他的嫌疑 因为通过那通举报电话 警方抓获了一批真正的XXX 曼迪拉得知消息后也赶到了洛杉矶 可汗被释放后 只是偷偷瞄了一眼曼迪拉 便转身而去 因为他还没有完成自己的诺言 可汗继续在车站后车 前往下一个总统要出席的活动 但他却在后车市的新闻里看到 飓风袭击了佐治亚州 导致许多山区发生洪灾 可汗记得 那正是乔妈与乔伊的家乡 他很担心母子俩的情况 于是便暂停了寻找总统的计划 转而前往佐治亚州 可汗还将他的行程告诉了弟弟 当可汗抵达佐治亚州时 乔妈所在的村落即将被洪水淹没 以乔妈的蹲位肯定不能游泳 可汗孤身涉水前进了村子 果然在第一次最高的教堂里 发现了幸存的妇孺病残 乔妈母子也在这里 乔妈对可汗的到来非常感动 可汗没有贪身跑路 他留了下来修补教堂 私与乡亲们共存亡 绝望之气 弟弟扎克尔带领记者与爱心人士 组成了一支抗洪救灾的队伍 踏水而来 各大电视台纷纷报道此事 可汗的名字响测全国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效仿可汗的做法 组建救灾队伍来到佐治亚州 帮助受难者重建家园 改变世界的确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可汗已经迈出了自己的一小步 无数人会跟随他的步伐 走上这条崎岖的小路 也许世界依然无法改变 但你我已经不同 在可汗没有上新闻之前 无论是穆斯林同胞还是美国白人 绝大部分人都觉得 可汗这种执着的信仰没有意义 甚至非常可笑会给自己带来危险 但事实是只有少数人因相信而看见 才能让多数人因看见而相信 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可汗表示在救灾结束之后 他还将继续完成拜访总统之旅 与此同时 三姆德铁哥们瑞兹看到可汗的新闻后 良心难安最终选择了说出真相 警方也迅速逮捕了凶手 了却执念的曼迪拉赶往灾区 但没想到夫妻俩刚一见面 可汗就遭遇了一个极端穆斯林的报复 在命悬一线的想救中 一个强大的信念 源源不断地给可汗提供求生欲 那就是他还没有完成对曼迪拉的诺言 在这种信念的支撑下 可汗挺了过来 数月后 可汗出院的第一件事 依然是求见总统 如其所愿 如今贵为名人的可汗 成功得到了新总统的接见 当着全国人民的面 新总统承认 可汗不是XX 他儿子不是XX 当然可汗也没有忘记提嘴 那个机场警察向总统问好的事 我们会遭遇了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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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